被这些现实的发言蠢破防漏 对于现在的爱情 大爷是这么看待的 就毁掉了一代人 他们是空虚理质 寂寞理质 悲哀理质 是可怜理质 我跟你说 如果不能自强自己 敢为了花多少钱的结婚 这个婚姻永远都不可能美满 他们像天上流行一样 前面结婚后面的离婚 就是这么简单的玩意 你是永远相信黄伟的人 我告诉你 越是没吃过苦的 越悲观 越是没吃过苦的 越沮丧 越是没吃过苦的 越没心 反而是这些吃过苦的人 反而乐观 向上 有信仰 真的是 这人既交往 他真的很清醒 他们在一个对真的假的 感兴趣的碎势 不好 这个人啊 都是从开始相信 全都是真的 慢慢开始觉得全都是假 然后再开始发现 有真有假 最后 我走在一起 这位阿姨在跟她的原因近视 第一个 你一次结婚的时候 我会给妄服的 第二个 我将来如果走得早的话 这个房子是留给她弟弟 而最让她狠心的是 当然选择她 是因为她曾照顾偏摊照了八年 她可能就想着 当于她生的风以后 我也可以这样照顾她 男人啊 比女人要毁尽毁尽太多了 你就是个免费保姆 完了以后 她要走得早 你就回家吧 保女儿子吧 当你想通以后啊 就是什么都靠记的时候 生活要有多切意有多切意 完全没有任何牵牌 这一件是自己的靠山啊 我感觉这个是最开始对的 2019年冬季大学入行 适中 上一千分次教授说 但把这种社会都没有忽略 你们等着 我了解 世纪是 自己没有忽略的 都是自己没有忽略的 不然因为伤害你的人的自我 我也不知道现代人的爱情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太纯情了别人笑你 太常情了别人怕 人人劝你洒脱 不要为任何人难过 可是那些刻骨铭心的伤害 真是真的呀 伤害你的人只会反复伤害你 他们离去了连分手的原因 只自不提留下你自我怀疑 不要自我怀疑 不要自我否定 也要相信 我值得被爱 不应该选为家所 建议很多女性朋友 如果你找不到合适的另外一半 你情愿不了解 没有必要 天底下不是说 每一个人要过同样的生活 老天要我们做不一样的人 而不是老天要我们过同样的日子 不是 你有自己的选择 你了解自己 对你最合适的 你就勇敢地去找 不必太顾虑别人的想法 不必 你了解自己 我这一年宝宝是拍给大人的 广告发片 我第一个是一块四毛二 牵在这儿 看啊 这是我第一次到这儿来的时候 拍的照片 看看你啊 这么年轻 这么高兴 以前的你上哪儿去了 心态好的生活就是人生富呢 穷人很难变富 穷人变富是偶然的机会能变富 你去买个彩票 你去总奖了 这是偶然性的 穷人要富 油条素 以前十年寒昌 读书 万八季下品 唯有读书高 心态好就是富 穷人要穷开心 有句话叫自作常乐 人有三乐 自作常乐 助人为乐 还有一个要自得其乐 这个三乐有了 你就是富了 什么叫真正的朋友 真正的朋友就是 你在他面前 不用假装你很厉害 在最爱的人 最熟的人面前 人常常展现的是 他的居住 缺点 当一个人在你面前 有缺点的时候 是因为他 是因为他信任你 所以恋爱开始的时候 就是一个发现 对方优点的过程 当相处的时候 就是一个去 接受对方缺点的过程 那些缺点都是因为 他在你面前 他爱你 他信任你 你讨厌 我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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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喝泪 都让一个好人 交于热受了 比如喝力 都让一个傻小子 离学店里掉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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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